小心你不要丟掉 Yo what's up this is Tao 今天想要回答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到底要吃多少蛋白質 才能達到增長肌肉的效果 還有蛋白質是給誰吃的 女生需不需要吃蛋白質 那我今天就要回答這些問題 那我首先要回答的問題就是 一個人每一天平均需要吸收多少蛋白質 而去達到增長肌肉的效果 那因為現在網路上的資訊真的很發達 我相信很多人會被很多不同的資訊而混淆 像是說一餐只能吃30公克的蛋白質 當有一個這樣的數據告訴你說 你一餐裡面吸收蛋白質量只到30克的話 其實這是一個你要抱持一個懷疑的態度 去想這件事情 因為每一個人的身體 他的代謝速度都不一樣 他的身高體重都不一樣 所以說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告訴你說 一餐你只能吃多少 如果你要達到增長肌肉的效果的話 你一定要多補充蛋白質 那我就在這邊給你很簡單的一個答案 你把你的體重乘以2公斤 你的體重公斤數乘上2 那就是你每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質功克數 那依照你的生活習慣 如果你今天工作的關係或上課的關係 你不能一天吃到五六餐 像很多這種 pro bodybuilders 那你就一天吃兩三餐 然後把你這些 該吃的蛋白質素 把它平均規劃在這三餐或兩餐以內 其實你的身體不會在意說 然後少量吸收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個很詭異的東西 以前我在吃蛋白質素 我以前在飲食上面我很注意的時候 我也是每天吃五六餐 但是那對我的生活習慣是不符的 因為我不可能每天在上課的時候 上學然後還要晚上回家準備五六餐 這樣是不能持續長久的 所以說要按照你的生活作息 那你的身體其實不會很在意說 你一次給他多少蛋白質 你只要 你只要把每一天的 需要蛋白質素抓到 然後把它平均分配在一天裡面 這樣就可以了 第二個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沒有 那有些人會問說 那我應該要怎麼喝 這些高蛋白的補充品 其實 我會建議啦 高蛋白補充品是給你一個方便 那如果你今天沒有辦法 在食物裡面吸收到 你需要的蛋白質的話 你可以適當的補充 那這補充要補充多少呢 也是依照你 每一天需要的蛋白質素 就應人而定 假如說我今天需要兩百公克蛋白質 那我把它平均分配在四餐裡面 每一餐裡面就要吃到五十公克蛋白質 那如果今天 我的肉沒有辦法吃很多 假如說我大概估算我這塊 這塊雞胸肉我只能吃到二十公克蛋白質 那我當然剩下的三十公克蛋白質 我就用營養品來補充 也是一種辦法 好的 不管你怎麼喝 沒有一定的數字是告訴你說 你今天你一喝 你一杯裡面只能放三十公克的蛋白質 你身體只能吸收三十公克蛋白質 身體也沒有那麼聰明 他不會 他不可能知道說 你今天倒進去有夠好風格蛋白質 這樣說 第二個問題是 女生該不會喝蛋白質 補充品 或是說 蛋白質是不是可以女生吃 因為我覺得 女生會怕的話 是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個熱量第一個 可能比較高 他們不想要 不希望 不希望身體吸收額外的熱量 那第二個就是 他們認為說 喝高蛋白的 母親會長肌肉 莫名其妙要長肌肉 那其實這兩個都是 第一個錯誤觀念 就是 不是說喝高蛋白的東西 你就會長肌肉 肌肉一定要給他 適當的 適當的那什麼 training 然後 他才會 他才會有那個需要 那個蛋白質的需要 然後 你的身體才會開始 做一些 蛋白質的 breakdown 還有 synthesis 然後才會 你的肌肉才會 才會 才會增長 那 女生 其實女生 喝高蛋白是一個 很好的東西 因為高蛋白它可以 讓你的身體有 產生足夠的飽足感 那 如果你今天飢餓的時候 假設你今天早上 肚子很餓 你可以試試看 吃 喝一杯高蛋白乳精 或是吃一些 高蛋白的東西 像是 雞蛋啊 或是 雞肉 你會馬上的飽足感 還是飽足感可以 讓你持續的 一直到中午 你還不會 你還不會覺得肚子餓 其實對於減肥來說 女生的話 這是非常有幫助 那 你不用怕說 喝蛋白會長肌肉 如果 如果肌肉這麼好長的話 我就今天不需要 練得這麼辛苦 然後吃 飲食這麼注意 去長我身上的肌肉 對於女生來說的話 喝高蛋白 其實 只有力 沒有病 這樣說吧 Alright 所以說以上就是 我們今天回答問題 高蛋白 需要喝多少 蛋白質需要補充多少 才能吃長肌肉 其實說實在的 因人而定 基本上 一個準則就是 你把你的體重 乘以2 到2.5左右 那就是你 那個數字 就是你每一天 需要的蛋白質功克數 那你再把它平均分配到 你一天 想要吃的 你一天需要吃的 餐數 假設你今天吃吃餐 你就平均分配到 你吃餐裡面 那 第二個就是 女生其實 喝高蛋白是對身體 人的身體是很好的東西 所以 女生不要怕 喝高蛋白 不但可以 壓抑你的 你的飢餓感 同時 也可以讓 你在健身的女生 讓她的肌肉 恢復的速度增加 然後達到 增長肌肉 然後減肥的效果 如果還有下問題的話 歡迎你在我的Facebook 或是YouTube上面提問 我可能會在下個video上面講解 Alright I'll see you next time Peace